各位看 飞人刘翔即将怒发冲冠 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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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翔最愤慨一场比赛 多罐后大喊一声 我的 我猜是世界冠军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刘翔如此愤不平呢 带着这个悬念我们把时光拉回到2007年大半田径市井赛 男子110米篮决赛现场一探究竟 由于比识的刘翔正值生涯巅峰期 并且此前还没有人能够在该项目上实现大满贯 因此如日中天的刘翔决定项目之前无古人的大满贯发起挑战 刘翔要做历史第一人 然而放言世界田团却一直是黑人选手天下 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黄种人即将创造历史 他们可谓是头上升窗快到家了 先是将刘翔分在死亡之道第九道 试图来限制刘翔发挥 刘翔今天在第九道 这对短话音乐来讲会有一定的干扰 主要是来自于心理上 一方面在左边的道次没有对手 刘翔在今天比赛当中很有可能在启动之后会处于一个人跑的局面 半观刘翔的两个劲敌则是分别在黄金赛道第四和第五道 第四道古巴选手戴龙罗伯斯 第五道美国选手特拉梅尔 特拉梅尔的特点是比赛经验丰富 他善于险中取胜 断中取胜 赛前刘翔的手下败将特拉梅尔甚至放肃豪言 雅典奥运会刘翔抢走了我的金牌 这次我一定要夺回来 古巴的小罗伯斯同样不甘示弱 这次你要是赢我 看我下次怎么扒了你 刘翔面对种种的挑战与挑衅 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待发力强强时 必将肆意地喷射在跑道上 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 把话筒交给杨健老师 让他带我们重温刘翔职业生涯最霸气最解析的这场速度大战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来屏住呼吸 一起来关注这瞬间即失的十三秒钟 出发了 快速攻击一个篮 国生稍事领先 刘翔组于第三位 刘翔按照自己的节奏再往前前 刘翔加速 刘翔加速 加速 停了 停了 刘翔是你三冠军 第一个男子是你三冠军 活动 活动 第九道又怎么样 刘翔终于找到了第九道奇迹 刘翔中国的叫荣耀亚洲 第九道又怎么样 他强任他强 清风扶山岗 他横人忧他横 老字叫刘翔 12秒95 刘翔创造了第九道奇迹 创造了亚洲奇迹 世界奇迹 成为了110米兰第一位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集奥运会冠军 世纪赛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着 于一生的大满贯得主 他的成就与荣誉 即使再过50年多 无人能及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